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接下來帶大家一一來評論、點評一下 兩條小粉紅大鬧日本跟自家祖國上海的影片 我們都知道,當我們還在年輕甚至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總是對這個國家、總是對這個世界 充滿了幻想主義、充滿了不現實的主義 直到進了社會之後發現我們必須跟現實妥協 現實並不是像我們腦中想的這麼樣的烏托邦 那第一條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 小粉紅大戰上海建設司機啊 哇,雙方這個吵架,你來我往的過程啊 非常的奇葩 我們就帶大家來一一看這段影片 順便來點評一下 為什麼小粉紅會有這種荒謬的邏輯 那由您現在嘛 那還是個國家嗎 不需要這個國家,我現在不需要這個國家 國家的好壞和我沒有關係 你首先記住一下,國家愛你,你才愛國家 國家不愛你,你愛他幹啥 你憑什麼愛他呢? 你能站到國家的位置去考慮嗎? 國家面對著什麼樣的形式,你能看到嗎? 我能看到呀 你能看到什麼? 無非是貪污腐敗都玩幾個女人 貪污腐敗,不要把一些人就搞成所有人好不好 現在是所有人都是這樣 所有人你是嗎? 你貪污腐敗搞女人是嗎? 我沒有這個機會 你喜歡這個樣子就把所有人想成像你一樣 首先這個粉紅一定是個學生 為什麼? 因為中共的學校是教育學生們 是國家的領導 是國家未來的接班人 是未來黨的領導人 你們都是要成為社會主義的接班人 那因為他還沒出社會 他也沒有親自要去什麼 包含民政局啊 包含要去辦政、辦材料啊 他還沒有去這個社會 被這個鐵拳被公安毒打 所以他不知道這一切 現實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書上的還有憲法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件事情 而且這個司機為什麼會講出這樣的話 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是沒有權利沒有投票 甚至沒有罷免人大 罷免縣市長、省長 乃至國家主席的權利 但任何先進的民主國家都有 包含我們台灣,對吧? 但這個小粉紅一直以為 中國的這種集中精英的這種權利 他也有資格進入 他未來也可以享受到這樣的權利 只是我現在還沒 因為我只是個學生 而且他自己沒有享受到 國家的什麼福利 又說你要站在國家的角度去思考 這就很奇葩了是吧 然後這個司機就講出了 中共貪污腐敗的消息 當然全世界的國家 包含先進民主國家都有貪污腐敗 但是我已經講了N變了 你有沒有相對的司法獨立機制 你有沒有相對的揭露機制 中國是沒有的啊 你看最近這個董軍 中國的國防部長被調查 還有包含前兩任的 甚至陳剛都說什麼貪污腐敗間諜罪 我就問有沒有他們審判的畫面 有沒有他們辯解的畫面 有沒有支持他們的人 相信他們是清白的人 為他們站出來發聲 在台灣有 在中國沒有 在美國有 所以這個是問題所在 而且我們都知道 在中國當一個村長 當一個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 縣委書記 貪污的錢 遠遠比一個先進民主國家最高領導人 他如果要貪的話來得多 而且中共這個體制是讓大家都得納頭名狀都得貪 哪怕你今天是一個完美的理想主義的粉紅 想要進入中共這個體制 為這個國家服務 不好意思 你進不了 因為你不貪 你不貪害得別人也無法貪 你沒有貪我們都沒有把柄 未來我們大家都貪污都是把柄 我怎麼容得下你 所以這個粉紅 自己生活在中國卻不了解中國 非常的荒謬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 不是你還想怎麼生存啊 我不是還不想想這樣 你想怎麼生存 別人那樣你這樣那樣嗎 那些八國年軍 他們要下強 你也要下強 那樣嗎 是應該這樣嗎 啊 那現在中國這麼強大 那不把周邊的國都給滅了 中國強大嗎 中國不強大嗎 你現在還在這 你扛弟弟司機還不強大嗎 啊 你去中東 他張表去敘利亞中東 他丹丸之地 有啥呢 我就問你 中國在不在國大長遠里生活 你想表達什麼 我只是想表達 中國在國際上 最有強有力的了大聲音 知道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我最有強有力的聲音就是 可以 氣喘 這是中國在國際上 聯合國貴 你為中國不是強盜 這個粉紅的邏輯是 你現在開滴滴打車 一個月三五千 辛苦一點幹 可以八千一萬 每天開十一個小時的車 為什麼 因為我拍區的間諜 拍到了很多檢測司機訪談 就是這樣的錢 就是這樣的薪水 然後小粉紅覺得 這樣叫做國家強大了 哈哈哈哈哈 然後 這個粉紅又拿出 中共國的好朋友 什麼中東啊 敘利亞 你應該比的是 你們天天在批判的 日本啊 美國啊 這個時候 你又不拿這些國家來比了 接著這個計程車司機說 中國是不是常任理事國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你要比的話 就跟什麼英國 美國啊 法國啊 諸如此類的日本去比 你不要老是跟什麼 朝鮮去比 結果這個小粉紅啊 他知道司機什麼意思 他不順著這個話講下去了 我們接著繼續看 中國走的是什麼 人類命運共同體 你說的那是什麼 你說那個 世界各地的人 都要打成一國衝嗎 是嗎 是嗎 剛我打到你這個地方來了 你當不了 哎呦 你才開心的是嗎 你才開心的是嗎 是什麼屌絲 然後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你問一下中共的體制 有沒有跟你命運共同體 北京市區三環內的戶口 跟上海市中心的戶口 有沒有跟中國其他省份 乃至農村地區的人命運共同體 你要辦北京三環內的戶口 跟上海市區內的戶口 是不是堪比中國人移民歐美的難度 是不是 你問一下中共的高幹病房 有沒有跟你命運共同體 你問一下中共官員的特供 有沒有跟你們小粉紅命運共同體 哈哈哈哈 接著繼續看下去 上了我們南斯拉夫大使館 哎我們抗議 對不對 他當然能不抗議嘛 但是你要從整體來考慮啊 他們約了那個同學的犧牲 你以為主播不看到眼裡嗎 比你痛行幾首多了吧 但是你要想一下別人 我們面對人是什麼樣的情況 能那麼去做嗎 那麼做的後果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司機正拿到當年 美國誤詐南斯拉夫 中國大使館的事情 中國政府抗議啊 但是他在反諷 小粉紅 中國這麼強大這麼牛逼 這麼愛國愛民 你怎麼不去打美國呢 小粉紅說 啊你要站在國家的位置考慮 我們不心痛嗎 但是我們打不贏美國嘛 實際上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這樣嘛 是吧 那你要說前面中國強大 這邏輯錯亂嘛 而且你知道 美國賠償 每一個中國公民的錢 是以百萬美金為單位 你換一換 中華人民 剛好我國賠自己國民有到百萬 我們不要說美金 人民幣 單位有沒有 然後接著繼續看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你就知道了 你是當真的人嗎 你是領導嗎 那你又是當真的人嗎 你又是領導嗎 不是你在講什麼 所以小粉紅這句話 已經恰恰打臉了自己 在中國一般人是沒有資格討論 沒有決定權的 因為你們沒有選票 啊不然我問你 習近平的票是你投的嗎 那我想請問你 既然是你投的話 那你當初知道 誰跟習近平一起來競爭 三連任的那一位大位嗎 沒有競爭者 你不知道 還是說什麼八國聯軍軍華 把中國給滅了才是出落 這種話你都說出來 這個國家當然不是所有人都 熱愛這個國家 這個司機說的話 不無道理啊 不會在這個足球場上 痛嗆印尼人 痛嗆日本人 什麼我們永遠是你爸爸 撕爛你的國旗 當眾包圍其他國的球迷 痛嗆你恨賤賣國賊 而且你知道八國聯軍 這八個國家已經給你大清時間了 給你半年到一年之間的時間 讓你大清政府趕快去保護 八國的條民 不要讓他們被義和團燒殺掠獵 對不對 而且要你大清政府 自己去把這些兇手給揪出來 但是你大清毫無作為 你放任這樣的事情 甚至袁世凱還把山東那一區的 義和團趕到北京 大清政府有作為嗎 沒有作為啊 沒有作為之下 你說這八國最後是不是 迫不得已才出兵 去幫你大清剿滅義和團 你大清為什麼不自己剿滅啊 給你時間了嘛 給啦 你有動作嗎 你沒有動作啊 對比像前面那個南斯拉夫事情 不恰好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軟弱無能 而且你認為中國這一片土地上的國家 自古以來他是沒有能力侵略嗎 他有啊 他侵略過哪裡 朝鮮 他侵略過非常多國家 如果你把猛員也算成是中國的話 那他侵略了國家幾百個 當然如果你是以漢本位 不把猛員或是滿清當成你的國家的話 那你們漢政權從這個 黃河那個領域 河洛那個地方 河南那個地方 往外擴張侵略了多少個民族 把它統一成一個帝國型的國家 侵略了多少 講這什麼自古以來還在扯這些東西 我們接著繼續看 你在這裡能開滴滴司機 你有家庭 你有自己的孩子 你能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造火的侵擾 你可以正常的生活下去 你不像巴勒斯坦敘利亞 你不像中東以色列 這個這些國家 不是你中共喜歡的國家 好兄弟的國家嗎 國家在小小的國家了 你為什麼要跟別人比了中國大事的 你為什麼要跟別人比 哦 你剛剛敘利亞 你看看 朝鮮 你是因為大清政府 不在時間沉落內 揪出一盒團 掃亂一盒團 保護巴國的僑民 所以為什麼你的好兄弟俄羅斯 也加入了八國聯軍 知道了嗎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 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喜歡這個國家 我們國家什麼都有 有冰川 有山河 有大海 這個沒的國家不敢去熱砸 但是我們不會用我們的強大去欺負別人 我們只會保護落下 沒有啊 這個南海 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雯萊 還有台灣跟日本 你們沒有在滋擾其他國家嗎 包含前兩個禮拜 你們中國商船切斷了歐盟的那個海底纜線 金門南邊的海底纜線 你切斷了五六次 沒有 哦沒有 我們國家做的是什麼事 幫助別人開發 幫助別人的基建 我們從來不要求別人幹什麼 是嗎 我知道 中國愛幹這些事情 你的老百姓都被溫飽都解決了 老百姓的溫飽怎麼解決不了 你還想要怎麼樣的溫飽 你是看到了一小部分人 確實有些資本家們 他們在中國確實是一塊老鼠屎 那個國家他沒有自己的處境 中國現在沒有做到那樣 先把那些老鼠屎都給出乾淨了 你就不能在這裡開車了 你就應該被除了 還在扯資本家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中國的稅收啊 是歐盟的稅收 非洲的福利 我之前舉過恩變的例子 你小粉紅自己以後出社會 你甚至自己開公司 你合法合規的你去給我繳 你就知道了 一個員工一萬塊 你要實際付出一萬四千八百多塊以上 四千八百塊 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拿走 員工到手七千六 兩千三政府還要抽走 政府從你跟員工身上抽了六千七 員工到手七千六百多塊 請問你們這些無險一金的福利 抽了這麼多 比台灣的老健保還要多 為什麼你們的福利 比台灣還差 還怪資本家嗎 我哪有時間搞內政 現在外部都不穩定 你外部都不穩定 拿什麼搞內政 當時的國民黨跟共產黨 為什麼要聯合 還不是因為外部壓力太大了嗎 主要的矛盾是什麼 是國內嗎 外部的環境有多麼的惡念 美國他們年紀所來 那麼多人 那麼多國家 他們要搞我們一個國家 我們只能富貴險中求啊 我們還能怎麼樣 我們現在把自己的國內整治一通嗎 中國的國家該做的 而是先把在國際地位上的形勢給穩定 中國確實內部環境是有問題 哪個國家沒問題嗎 要是中國當年八國年軍侵華了 把中國給滅了 還有你嗎 有啊 一定還有他啊 而且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搞不好 人均三萬四萬 中國現在就不會有一個人 然後自己修改憲法 然後三連任人 中國經濟就不會被歐美制裁了 因為中國已經融入這個世界經濟體了 哦 上了二十年班 說下崗就下崗了 倒閉就倒閉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實在在進步呀 在改革呀 你也應該進步 你不也開上車了嗎 你下崗了 你現在不是有新的工作嗎 你不是在這開車嗎 我這是自貿責業 你自貿責業 但不也是工作的一種嗎 誰給我交保險 誰給我養老了 誰給我房子了 我什麼這些公司 我能買新房子 你去美國 你告訴他 你把我下崗了 你給我房子 我什麼都不做 你可以對這個國家有諸多的不滿意 但你請不要說說那樣的話 那樣我覺得你都不配當一個中國人 你不配在這個地方 我就是中國人 你不是中國人 那你是哪的人嗎 你哪的 你國民黨 所以你是國民黨 你國民黨你現在不也在中國嗎 這不是中國嗎 這什麼 你以為這是誰的地盤 毛主席當年打下了這樣 你現在不再想 你看國民黨真的很可悲呀 在哪 都是被噴的 你甚至連在康克神劇裡面 國民黨就是被中共K的很慘的 然後馬英九現在還邀一堆人 然後在那邊所謂兩岸交流 而且這個司機說的 下崗 叫什麼 強迫你失業嘛 是政府強迫你失業的 叫做大下崗 好聽一點叫做下崗 這就是中共喜歡創造的新名詞 小粉猴說 你被迫下崗是因為時代在進步 我們政府要求你轉型 是啊 但是政府強迫你下崗的 你就要給福利給到位 你就要保證他們後面的這個余生是穩定的 是吧 他們前半生說上崗就上崗 我還配合你 後來你說開了就開了 這個粉猴後面有偷換概念 你去美國 你被下崗 你讓美國政府給你房子 不好意思 你們兩個講的這是不一樣 美國這個下崗你是指什麼 政府強迫你失業嗎 還是說你被自己被企業開除了 在中國那個年代是政府強迫大家下崗失業 能一樣嗎 偷換概念 笑死人了 你沒有能力改變 為什麼呢 你們每個粉猴不都是社會主義跟國家的接班人嗎 怎麼沒能力改變呢 你們不是很民主的嗎 你的生意怎麼沒有能力改變去遊行呢 去集結大家的生意呢 去抗議啊 就像我們台灣最近這幾天了 又在立法院前面抗議又在集結了 去抓 你去做才知道能不能改變 而不是你天天正式不幹 噴激人這事情就能改變 這個粉猴也是很搞笑 你又出了一個漢本位 你不是說中華民主是一體的嗎 你不能說現在是這個多元民主融合成 一個共和國嗎 那請問哪來的漢奸 漢奸不就是漢族這個詞的嗎 然後因為你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你把自己漢人的民族的權利 讓給了譬如說契丹人 這樣才叫做漢奸 那請問現在的漢奸是在指什麼 所以不要再偷換概念了嘛 明明中華民主在中國共產黨的地理裡面就是漢本位 你自己也心照不宣 前因是你這樣講出來的是吧 不用再打著中華民主了 那是假議題 接著繼續看 怎麼你侮辱國家了 你已經開始在這裡攻擊我的國家了 我能不反擊嗎 你以為中國還是像以前一樣嗎 熱人宰哥 你現在你就算你是什麼黨你在中國 你也得按中國辦事吧 你是不是中國國籍 你是什麼國籍吧 你是不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國籍 說自己不是個中國人 你留著就把自己的國籍給退了嘛 這種話你怎麼說出口的 你是不是嘛 是不是中國人 但是說確實我們改變不了什麼 但是我們做好自己行嗎 你不相信這個國家你請別詞毀 我跟妳說啊 這個粉紅估計五年啦 其實也不用五年 他一畢業大概那一年 他就可以認清事實了 為什麼我月入三千 為什麼我拼死拼活 才可以找到一個五六天的工作 每天還要擠兩個多小時的地鐵 或是公車區上下班 然後領導無條件要求我加班 因為其他人都在比我更捲 我必須比他們更捲 然後這個五千塊到手政府 還要抽走一千多塊 實際到手甚至三千多 房租水電 扣一扣沒有錢 人跟大家一起睡大通鋪 然後六個人八個人一間 好開心好暖心 點外賣還要看有沒有現實搶購 哇這個沙線美食有沒有打折 趕快去搶 這就是你的生活質量 最後我們帶大家來看 另外一支大鬧日本的影片 一名中國女子 帶著自己的小孩騎單車 結果在路上 被一個日本老婦人給痛罵阻止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到底誰沒有道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早就知道日本人愛多管閒事 一天天蹊蹊的 但是怎麼也沒想到竟然管到我頭上了 咋回事呢 我本來要去家附近的便利店買個東西 結果我們家大哥廢得要跟去 我一行字也行呀 反正挺近的就用他溜的唄 就把他放在自行車前面的車廣裡了 還當逗孩子玩了 反正來回也就幾分鐘的事 給你們看看 我就給他這樣放車廣裡了 給他開心壞了 結果我這剛出大門 還沒等幾下子 就像是日本老太太給我叫住了 我趕緊下來了 然後給我一頓教育 非得不讓我這麼騎 我連忙說 沒事沒事 我總這麼騎你放心吧 結果這老太太死心眼 這家老太太雞眼了 非得要給我報警 給我嚇壞了 我一心思他真能幹什麼這事了 完了警察肯定得來 而且幾分鐘之內就能到 因為日本警察沒事坐在辦公室 誰家貓丟了 誰家小狗丟了 他都管 給我整沒著了 我只能一路推海的回來 但是真是給我欺負 所以你也知道 這個在日本是違法了 不管是什麼國籍的人 包含中國人 在日本 兒童都是得到法律的保護 這不是基本程式嗎 你兒子是物品啊 如果孩子都可以放在前面 為什麼要有嬰兒座位呢 那開車也不要有嬰兒座位 孩子直接放在車頂上面也可以啊 是不是 懂日語的朋友 可以大番去運動一下 以後看到這種狀況 先問他是哪裡人 如果他說他是中國人 就是什麼都不要管 什麼都不要管 中國人搞中國事 中國的孩子 A4人 那他們的事情 都不要管了好不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希望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 下次見了 掰